全球冠病确诊人数已经上升到9300多万人 其中已经进入紧急状态的日本 疫情并没有因为紧急状态令而有所改善 昨天再新增超过6000起新病例 日本时报说 目前日本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万人 让人担忧的是 其中三分之一的病患是在过去短短三个星期内确诊 也就是说紧急状态似乎无法起到缓和疫情的作用 东京都的专家团认为 无法追踪源头的病例急速增加 显示社区存在爆发性感染的风险 呼吁政府必须即刻采取必要行动来遏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领导疫情政策小组的部长表示 如果局势不见好转 当局可能在下个月7号当现有的紧急法令期满之后 再延长紧急状态 并且收紧条例包括完全关闭商店 日本医药协会则是呼吁政府在全国全面落实紧急法令 避免医疗系统可能不堪重负而崩溃 消息说 目前东京有6000多名确诊病患找不到空的病床 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卫生部的咨询小组担心 如果放宽管制条例 东京有可能在一个半月内重新回到一天超过1000起新增病例的严峻时期 日本疫情反弹再次让人们开始担忧 即将在半年后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到底能不能够如期举行 这场原定在去年举行的奥运会已经因为疫情而推迟到今年的7月23号举行 尽管日本官员多次表示绝对不会再延期 不过随着疫情的回谈 日本官员也开始有些不确定了 日本时报就报道 行政改革部长河野太郎向媒体透露说 如果疫情持续 奥运会可能无法如期举行 他说日本会尽全力想好对策 做好充分的准备 不过目前的情况非常艰难 这个星期所做的调查发现 有超过七成的日本人认为应该取消或推迟举行奥运会 日本餐馆因为紧急状态法令必须提早关门 不少上班族也不再能够像从前一样下班之后和同事到居酒屋去喝酒 公司也把欢迎新人加入的迎新会改成在线上举行 有公司就在上个月举办了十次线上交流会 一项调查也发现 有35%的受访者说 自紧急状态令颁布之后 在家喝酒的频率增加了 不过这也有一个问题 把朋友同事交到家里一起喝酒 感染风险也会升高 特别是有些房子通风设备并不好 而且也因为是在自己家里喝酒 很多容易喝多不知不觉就喝过量了